我中文還不太好 對不起,請多多指教 我是高雄人 我喜歡台灣 LALA隊的狀況怎麼樣? 大家練習的狀況怎麼樣? 最近來台灣的生活 我幾年前開馬學生 我準備得到很久 所以很期待 其實在韓國和平衡 我沒有在台湾活動 所以在台湾活動 大概在台湾活動 在台湾活動 開過段的時候 其實很認真準備 那跳完之後又回到韓國 其實要這樣兩邊兼顧其實蠻不容易的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小安五月 新的棒球的版本 就是他五月之後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台灣 因為韓吉拉拉隊員 好像最近來的算是蠻多的 自己覺得自己有沒有 就是像剛才講的一些勝負心 我最主要是勝負運動 自然的選手 其實最主要是 最主要的選手 因為我自己發展到 其實從中心裡的選手 我沒有選手 但是從中心裡的選手 因為我建議 可能沒有選手 所以如果有選手 還是合作的選手 可能會不會讓我去選手 雖然他說 甚至是他這個選手 一開始沒有看到我就是不會放棄的那種類型 那這幾位來台灣發展的韓員 拉拉隊有很多都是同一個公司的學弟妹 所以那就更不可能輸給他們了 首先,我曾經來的地震 我們有兩名的地震 我曾經在那裡有點恐怖 我曾經在那裡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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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來到之後 其實沒有真的體驗到 但是同一個公司的 他們剛好都有體驗到 上一次4月發生的地震 他們體驗過之後 感覺有點留下 後遺就是很害怕 只要地震之後有點晃 他們就開始看真的有沒有在晃 那我剛剛想要分享這個經歷 大家好 我是泰江雄銀明 Sazia Latuyan Dishen 我中文還不太好 對不起 請多多去找 我是高雄人 我喜歡台灣 我集中文 謝謝你 是高雄人 是高雄人 支持你 突然說